來我們看一下 大家現在手上不是都有拿到這個嗎 對不對 麵包板 然後 開發板 還有這個LED燈 對不對 這個開發板呢 那個底座有兩個版本 這個是我以前用的 這個是最近做的 那你用哪一個其實都沒有關係 我們的目的就是方便 各位在接的時候比較OK 所以我特別用那個 3D列印 先做一下 那我給各位先看一下 這個是我 最近弄的 最近弄的 那我往下走 往下走 這個是之前的版本 因為列印時間比較長 所以你現在看到像我們這個 這個上面我都有用 因為反正學3D列印就是要做自己的東西嘛 不然我拿來 印別人的就可惜了 好 所以呢 我就是用另外有一個軟體叫Fusion360 Fusion360 那這個是呢 之前做的 樣子 還有呢 這是現在做的 我做的過程像這樣 所以 你會發現說 我現在新的版本 有沒有 長度比較小 短一點點 厚度也比較薄 那 你要怎麼裝呢 我先拿舊的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舊的是這樣子 這樣子 最後的是這樣子 那你麵包板 拿來之後呢 你稍微留意一下 我在左手邊 靠近開發板 這邊是有一個洞 那我們麵包板 因為它 可以串接 所以在 另外一邊也會有一個洞 那你這個洞要先進去 好這個洞要先進去 再從這邊卡一下 有沒有這樣就進去了 那你這樣翻了之後 它是不會掉下去的 這樣OK嗎 這個 然後你要拿出來怎麼拿 先從下面推一下 這個 要從 比較靠這一邊 有沒有靠上面這邊 推一下 有沒有這樣就拿起來了 再看一下要進去要這樣子 要這樣子 靠這邊這樣進去 那如果你是 這個版本的 我就沒有 這麼厚的 邊 我兩個是共用邊 所以你開發板要先進去 你看我這個開發板要先進去 有沒有這樣進來 如果你卡不進去 可能是那個3D電力還有支撐材在裡面 有沒有這個 這個就是先從這邊 把它放進來 放進來 那放進來之後呢 這個 麵包板 你再找到 我看一下對 這裡 一樣 靠這一邊我有一個隱藏的洞 有沒有 跟這個一樣 我有一個隱藏的洞 是不是也在這裡 在這裡 所以 這一邊 有凸出來的 這邊不是有一個凸出來嗎 橫的 你就擺進去 擺進去 那下去的時候呢 這個 你要把開發板 靠右邊一點點 稍微推一下 這樣 有沒有就放進去了 那你這樣翻過來 它是不會掉下來了 就剛好了 這樣OK嗎 所以 就是稍微設計一下 那這個設計的過程 我有把它拍起來 就是向下面 我這裡有做 這樣可以嗎 呵呵呵 好所以 我不用重複太多次 我比較認真寫文章 好那製作過程就是這樣子啦 就是用CAD的方式 就是把它完成 所以其實 蠻好玩的啦 就是我們 去學不同軟體 這兩個用的軟體不一樣 可是 都很 很有意思 像這樣子 那我的草稿還留在上面 我還要拍我的草稿做個紀錄一下 所以如果你是這一個的 是那個第一個版本的 也很好用 就是 開發板就把它 插進去這裡 只是我覺得我第一個版本 可能有些時候會比較鬆一點 所以我第一個版本 我就是做的比較緊 所以我怎麼翻 到這樣都不會掉下來 這樣OK 好 那所以 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各位可能會 比較方便一點 那麼 我們剛剛還有發一下 五條的公公的杜方線 對不對 你先把 這個 這個 有沒有 LED燈 把它放上去 那你要記得喔 要擺橫的喔 麵包把它擺橫的喔 對不對 麵包把它擺橫的 那你把它插下去 不過各位注意一下 插下去就看不出來 哪一邊是長腳 哪一邊是短腳 所以如果你要 比較方便辨識的話 我會建議 你就做成跟什麼 跟我們的 這個一樣就好了 我們的模擬器 上面 哪一邊比較長 是右邊比較長 所以你就把長腳 把它 用在右邊 用在右邊 隨便找一個地方 插下去 這樣 這樣子就下去了 你就不用很大力了 反正有沒有人沒有用過麵包板呢 應該大部分可能都有稍微用過 看各位的眼神就知道 炯炯有聲 呵呵 好 所以你就插進去那 我們呢就叫剛剛的方式 把杜邦線 一個接到GND 有沒有負極接到GND 正極接到05 記得喔 現在先不要插電喔 好所以要麻煩你先把開放來 電源先斷掉 好我在這邊的話呢 那我就把他 插進去喔 像我這一個 這裡是 靠左邊的 是那個 GND 好 這樣子放進來 對不對 我就接過來 這裡的GND 好 這樣子 看你哪一個版本 都沒有關係喔 都可以用 好那這個呢 我就接下去 好 各位呢 你們是我第一次用這個開發板上課的 呵呵呵 好 所以如果任何的 不用OK的地方 我回去再改進一下 呵呵 OK 我所以 一個 等一下 一個接05 抱歉 呵呵呵 好 一個接 GND 一個是不是接05 這樣就好了 那你現在呢 就可以把現在插進去就沒關係了 好所以 這個是 麻煩大家呢 你先看看 好 好